人身上其他的穴位都是 基本上都是单色取穴 就是说我们传统针究认为 从唐宋以后都是这样认为的 包括从王普密 家里经以后都是这样认为的 认为是同一条经络上的穴位 它们的功效基本是相同的 一直我们现在教科书也是这样认为的 是吧 同一条经络上的穴位 它们的作用 基本上是相同的 我认为不一样 它们怎么不一样 是有什么区别 老学老师肯定不认同这种观点 我们可以举例说明 如果你说 同一条经络上的穴位 它们的功效是相同的 那为什么会有五术穴呢 为什么会有颈星树心和 会有五行的属性在里面 有五行的属性 它们就存在了相生和相克 在人体整条经络上的穴位 也是一样的 五术穴只不过是手脚 末端的五行的相生相克 在整个人体 体穴 有没有这种规律存在呢 在我们极力针灸里面是有的 人体的整个条经络上的穴位 它仍然存在了相生相克 五行属性 记忆针灸就把所有的经络 七八脉 十二正经 所有经络上的穴位 进行了归类总结 总结了五行的属性 我们的穴位 同行命名 是根据它穴位 五行的属性 第一个是五行的属性 第一个字 积木水河图五行的属性 来命名的 第二个字呢 六经的气血的运行 无非就是阴阳生降和出入 它的变化 也就是太过于不及 来导致人体疾病的 所以我们第二个穴位的命名 就是阴阳和生降 这样就有了我们看到的兵力 土生穴 土降穴 土阴穴 土阳穴 命名是这样来的 和传统十二经络 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我们从疾病的本质上 去划分的穴位 这样就不考虑 病人的症状去了 只要我们的诊断出来 就可以根据诊断 定穴 速方 不考虑病人的病名和症状 可以举一个特别简单的 最常用的穴位 大家可以临床验证 这单侧取穴 是不是双侧取穴的 三到五倍的效果 大家可以临床去用一用 中医症骨和美食症级的老师 对这个都不陌生 都非常熟悉 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 当然我们是有舍诊 现在我们举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明白和临床棄验证 像这种情况 这个脚 这种情况 我们在临床非常非常常见 患者左侧的脚 它是偏内的 右侧脚是偏外的 在临床 在美食症级 里面叫阴阳脚 是吧 偏内的为阴 偏外的为阳 租三里来 做点例子 如果我们对病人进行针灸的话 只能取右侧的脱三里 左侧脱三里是绝对不能碰的 我们如果扎了右侧脱三里 这个病人效果是非常好的 一旦加上左侧脱三里 就把效果抵消剩下了五分之一左右 这个大家可以临床验证 单侧取左侧脱三里呢 而不取右侧的呢 这个病人的病情会加重的